大雅我想吃星球杯你快陪我去 好呀好呀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去小麦布 怎么也不问问我去不去 他们关系那么好干你干什么呀 你也觉得他们关系更好吗 可是我们不是一起进来的吗 龙龙你在玩什么呢 蛋仔呀 哈哈 什么呀你笑什么呀 大雅说 大雅说 大雅说我什么 是不是说我操作很亮 哦 大雅说你又猜又爱玩 现在还是一个安全的 不是 前两天从鸽蛋掉下来了 大雅怎么什么都往外出啊 哈哈 大雅你干嘛跟小麦说我倒一剪菜啊 哎呦我没有啊 下次再也不说 我就把你头发剪掉 不明其妙的 大雅我们走 果然是他们两个关系更好 我就说吧 他们之间融不下第三个人了 别说了 你发什么疯 我是好心好意提醒你 真是狗腰里套 我们是在说你的好人心 你编导是非挑拨力将可是一把好手 你 你们怎么回来了 幸亏小花的钱包忘记带了 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你这不嘴脸呢 我又没胡说 你们每次出去不都不带铁妞吗 我也知道你们俩的关系更好 是的 铁妞每次我们俩去小麦可买完东西吃了 你都说会胖 我们想着你不去就不会想吃了 而且还专门买了制度状的果冻给你解成呢 原来是这样 你们真好 是不是该给挑拨力将的人一点颜色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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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骨头 上次不是大人说你打游戏菜的 那是谁 你又猜又爱玩 连黄老师都知道 这还用别人说啊 不许这么说 不许这么说啊 不许这么说啊 你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了 小麦公主 我不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这个娃娃算什么 你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的娃娃比啊 是 一个不会失货的娃娃 我到底看看能陪你多久 小麦公主 走走走走我们去买零食吧 不用了 你自己去吧 待会我的娃娃会不会有趣的 那我们去玩滑滑机总可以吧 好呀好呀 真的 我先问问我的娃娃 我的娃娃说 他不想跟你一起玩滑滑机 你自己去吧 你这是什么地方滑滑 真的是 没事的 你不喜欢蘑菇头 我们以后都不跟他玩了 小麦公主已经费缘和玩了 自从有了这个娃娃 总对我爱他无理的 不信 我不能让一个娃娃 毁掉我们的友情 炸 这是你 我让我和小麦公主感情 看我们都别进 炸 这蘑菇头真搞 对一个娃娃全打脚 拍下来自我 啊哈哈 乌龙你在干什么呢 啥 没没没什么 你手上的娃娃和小梅都好像啊 哦 你胡说才不是啊 你还是干嘛 这是说出去 我就坐别你 啊哈哈 哎 这小娃娃没了 小梅哼又可以和我心意不理了 娃娃我回来了 有没有想法 啊 啊 这是谁干的 我的娃娃 总变这样了 哎 哎 哎 小梅 小梅 是大压根的 我记住什么 他他说他记住你娃娃 他还说他没有东西你不能有 老爷 你怎么这么坏 我道歉你 哎 这些小梅公主怪都到我身上了 并且一定会和我最要的朋友 所以你听别招 你为什么要这样 老姑娘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你听我解释 小梅我不想你和娃娃成为好朋友 我只想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原来蘑菇头是这样想的 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蘑菇头呢 小梅今天超市大厨箱 好的东西倒很划算 那又怎样 本公主的钱可不是用来买这些的 你不买这些 平时用啥呀 要你管 本小姐确实忘了装品 才不是什么日用品呢 这些日用品 要用你们的不就好了 小梅 把你的纸借我用用 我小豆豆快憋不住了 小梅 你的纸呢 我的纸在床上 软得难 大雅 把你的洗衣也借我用用呗 小梅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洗衣也 我的用完了呀 借你的用用怎么了 小气鬼 嘿嘿 这下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我才不会花这用要钱 去买热油品 小梅 我给你那纸巾呢 能不能还给我 还有我的洗衣也 你也没给我呢 我什么时候借你们的 你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呀 真不知道你们在胡说什么呀 明明就是本公的东西呀 啊 谁会向你们这些土包子借的东西呀 你怎么这样 我们好心借你 你居然来找一机友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 哎呀 我就算不用也不会给你们 这小梅姐是太晚了 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纵容她了 我们这样 姐妞 这些化妆品可真好用啊 是啊是啊 这些化妆品可不便宜 这些是我的化妆品 你们都可以非用我的东西 谁说这是你的了 这明明就是我们的 就是 我们就算扔掉 也不会给你的 这些可都是我最爱的口号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姐妞 我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什么都会得好伤心 你说我们要不要和她道歉啊 哎呀 不点钱去买零食吃 你还钱怎么用这么快 哎 我猪子里的十块钱呢 炸死我干嘛 如果是我偷了 我要问你自己去干嘛 你别有道理 嗯 小梅 是不是你啊 本公主下不做这种东西猫狗的事情呢 等一下 不如直接去黄老师办公室看监控 哎 我现在就去 哎 或者小梅不能感情怪怪的 不会真的是她吧 黄老师 看到是谁给我钱了吗 哎 真是不巧 那个时候监控下午在维修呢 哎 但是小梅在你位置上干嘛 嗯 嗯 我没好想我从这里放了十块钱 哦 我真知道是小梅 她今天一直怪怪的 黄小梅 来我办公室一下 哎 哎 黄老师真的把小梅再去办公室了 小梅真的偷强啊 小梅 你爸妈不是爆发户吗 家里条件应该挺好的呀 何止以此啊 黄老师 我钱不够用啊 钱不够用就能透我的吗 你太过分了 对啊 你平时虽然交恒了一点 但是老师一直是很相信你的品德的 我得好好问问你家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啊黄老师 我说实话 我爸爸最近做生意不景气 我妈妈急的都生病了 现在也没有人照顾我啊 没有人帮我出头 我饭都吃不紧了 我太饿了就 就 嗯 你怎么不早说呢 本公主别生了家乖了 咱不想告诉你们呢 大家要不要看呢 手透过来了 你收到这些贵药物品啊 嗯 这就是你们帮出的小偷啊 谁说小梅是小偷啦 我们都看到了 你丢了钱 结果黄老师没会儿就把小梅叫走了 才不是因为这事呢 我的钱找到了 是我自己放在书包里忘记了 我 老爷 你走 今天开心 我就怎么吃炸鸡 鸡腿随便点 耶 那我再上次天风买的格了 陪你炸鸡鸡 天王六洋妈 什么淘宝白衣补贴 正品大牌买贵必赔 补贴力度大 天天有好价 点击下红链接 这个6月8号是猫更神 不过今天大牌怎么这么大方啊 下周四六一月冲结才艺比拼 大家都踊跃报名参加 第一门有神秘大奖 神秘大奖 神秘大奖 这不用摸起我 这次神秘大奖 这次神秘大奖飞我获属了 这次神秘的大奖飞我获属了 一年一路的六一二冲结才艺比拼 现在开始 耶 让我们有请小梅 为我们带来舞蹈 小梅 这是金水小 这次神秘大奖飞有 下一位游龍龍琢特再来唱一张婉球 你干嘛 哈哈 啊 你干嘛 我们有请候 irr Scund outcome 带来一个Rat 哇 好吃 希望当天天表演 这好大压的东西为我们带来试浪托 你说他不参加吗 是的 老师是蜡烛 点人自己照亮别人 老师是心情的原因 不怕劳苦去培育祖国的花朵 你哭什么 我也有一个教师梦 我说不 他要什么 谢谢老师 我会无尽其用的 我不服 明明好处的表演也很精彩 没错 要让大家在评论区点第一条链接投票 选出第一名才公平